吴亦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艺人,出道至今一直处于顶级流量位置,他长相帅气又是偶像组合出道,自然受到很多女生的青睐,他曾转型做演员,一度成为了男星片酬天花板,也引来了不小争议,况且演技一直受到质疑,好在他重新回归音乐创作,成为了电音界的代表人物。 近段时间他病态不好过,网上爆出了他与多位女生的恋情,好在及时否认,网友也选择相信,毕竟不排除有想借机炒作的女生。 不料其中一位绯闻女友都美竹不停在网上爆料,他与反反的事情成了热门话题,他自称是一位学生,颜值还是不错的,有明星潜质,他自爆自己与对方相恋,可是之后反反要无音讯。 他认为自己在感情上受到了打击,深深陷入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,因此还得了抑郁,精神状态很差。 他不停地爆料,晒出了两人的聊天记录,看起来确实像情侣关系,不过他表示两人在一起的时候,男方还与其他女生搭讪,有些让人难以相信。 并且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认识这位大明星的,甚至出现了选非字样。 如果是真的,那反反的举动可谓与小猪有一笔,之后他还晒出了反反方想私下解决,经纪人与他的聊天截图准备给其两百万,希望不要乱说,影响对方的事业发展。 而他出口要八百万,两边就此谈帮,值得一提的是,吴亦凡一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,粉丝期待一个真实回应。 近日,他终于发文了,否认了网上的传言,他解释自己不回应,主要是因为此事已经上升到法律,不想干扰相关程序。 与此同时,他还否认了三点,第一,网上关于选非的流传,根本不存在的。 第二,关于网传他交往的女生年龄问题,也是不存在的。 第三,关于用不正常手段与他人交往,更是不存在的。 这样的回应终于可以终止各种谣言,要不然真的说什么都有。 不过,一些网友认为他尽管否认了谣言,但是话题有事没有作答,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释,引来了三点猜测。 第一,与东美竹之间的关系。 女方一直说两人是恋人,不过男方似乎从来没有承认过。 男方说两人只见过一次,怎么可能发展得这么快? 而从聊天截图来看,又确实是谈恋爱的桥段,并且女方也爆出两人同床共整过,真的很难看出真相。 第二,对打款仪式只字未提。 女方曾经晒出了两方的协议,在她看来,并不是等价的交换,而是要让她认罪。 比如说在未通知情况下先打款,用到了要挟等一些比较特别的词汇。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,值得一提的是,凡凡在回应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,或许是真的。 第三,关于男方目前的现状。 女方指出了她走到今天这般地步的原因。 目前的现状比较糟糕,好几天没有睡觉,还对身边工作人员动粗。 看来这件事确实有些焦头烂额。 女方在结尾还说凡凡赚了数十亿,又让难以相信。 不过她没有否认自己的状态,看来真的是这样。 其实两人的事情似乎已经明朗了。 对于都美竹来说,还是不排除炒作的成分。 现在她的名字火遍了半个网络。 而吴亦凡来说,或许是有些花心,对感情不专一。 上升不到法律问题,她万万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固执的女生。 这件事也确实给她上课一课。 大家还是相信凡凡的,希望此事到此为止吧。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